生活中那些没用的发炎反应 往往取决于我们决定要放进嘴里的东西 每天你都会选择筷子那头要挟什么来吃 有些会导致发炎 有些则会减缓 你一定要拒绝11种发炎物质 11种发炎物质让你生病之5至11 5.体脂肪过高 对抗发炎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健康的组成 体脂肪过高 尤其是在腹部周围脂肪会造成发炎 事实上内脏脂肪像是一个独立器官一样运作 密谋重要是出一大堆的发炎性细胞激素 出现新陈代谢症后群 6.烟 即便是二手甚至三手烟里的化学物质都是致癌物质 这种产品对身体组织所带来的伤害 会让我们发炎并且持续处在修复中的状态下 7.压力 长期没有好好管理的心力以及身体压力 会让发炎性细胞激素的释放量升高 具有高度身心压力的人 发炎程度也会越高 人体内的发炎指标C减反应蛋白CRP 在高安下也会升高 8.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或是睡眠品质低下 是驱使发炎的一个重要因素 缺乏睡眠也是糖尿病 肥胖、心脏疾病及中风慢性代谢疾病的主因之一 9.久坐 久坐就跟吸烟一样 人类生来就是要动 但有鉴于现代的生活方式 通勤、上班、坐在书桌前、黏在荧幕前 我们变得久坐不动 长时间久坐跟男性体内的IL6一种发炎性细胞激素有关 也跟女性的第二型糖尿病有关 减少坐着的时间可以改善女性的C减反应蛋白指数 10.环境中的毒素 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可能会干扰免疫系统 使我们逐步走向慢性发炎 研究指出与污染基础可能会导致氧化压力 以及发炎反应与免疫系统调节的改变 因而对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消化道菌从失调与肠漏症 当消化道健康处问题时 对于全身各处的发炎反应来说都是坏消息 研究显示肠脏黏膜屏障受损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感谢观看